全都是林沃喜欢的 走 走 虽然是个弟弟 但身材还不错 也不知道什么来头 想来干什么 我帮林沃测试他一下 小魏啊 我看你干活还挺麻利的 是不是以前一个人住呀 听说你是学数学的 我们鼎和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才 要不然来鼎和 姐姐可以给你走后门哦 好不容易放假了 陪姐姐聊聊天嘛 他要什么都可以哦 果然不堪一击 看我不拆穿你的真面目 对 我看你 就 你疼得了我 下了班就一路飞车 你干嘛呀 我差点吐出来 不能让你我先回家 你是担心那小子吧 害怕 贝小龙跟他单独相熟 这次心慌了 害怕了 不能吻操胜见了 你怎么不在房间啊 我去的烫物业 你看看你 他说了别坚持 你请假就是不听 不烧啊 不烧啊 他已经退烧了 但是像高山那种铁骸 他一般生病都肯定是拉锯战 而且今天上午 我们确实是见了好多好多 七七乖乖令人头痛的人呢 他现在特别需要一个人 去贴身照顾 娜娜 苏元 心情不好 陪我去喝酒 你怎么又喝酒啊 你不去我就叫别人去了 我去 去去去 帮我贴身照顾 娜娜 正好跟你一起去 我有事要跟你说谈 回来了 我饿了 郑小让叫你一起呢 还是冰的 这么贴心 带领的完全不一样嘛 什么不一样 你看他干什么看我啊 行了 那正好 你照顾一下高山 我们等一下你一起去 我也去 你不是生病了吗 你不是生病了吗 酒精是消毒的 医生也说了多喝酒好得快 是有这个说法 刚好今天大家还没喝酒吧 一起晚上喝个酒 是热闹的吗 我饿了 好啦 大家开动吧 我饿了 我饿了 谢谢 天气干燥 吃肉容易上火 还是应该多吃点蔬菜 而且西餐是讲究礼仪的 要从冷盘开始 顺序什么的没那么重要啊 人的肚子就这么大 选择自己喜欢的 才最要紧 你说呢 不用 头发扎一下 谢谢 你说 李沃 你不是说 有事要跟我们大家说吗 对 我找到合伙人了 谁啊 你们认识的 孙淼姐 孙淼不是孙黎那一组的吗 他打算辞职了 跟我合伙创业 我就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从之前的工作经理来看呢 能力很突出 而且他之前的工作履历 非常的漂亮 还有管理经验 人满一干不错 林婚 你要成立新公司了 那我去你那上班吧 对了 虽然我人在国外 但是万总的事 高山的事 我可一见都不让大家都听说了 我还听说你想二次创业 这你都能听说 圈子旅婚最重要的是人脉 我认识你 赶紧多注意些 房大倒闭了 我现在也算是办个失业的 所以我赌上了房产证 正在寻找合伙人 只有确定组成人员 才要拉投资嘛 合伙人 老婆 我困了 我要睡觉 我过来 孙苗 没事 没事 你忙吧 我就走了 不打扰你了 林婚 合伙人的事 我或许有靠谱的 我到时候联系你 那就麻烦你了 孙苗姐 那咱们随时约 我走了 好 贝晓荣 你别躲了 贝晓荣 走吧 这个 不用了 反正没人记得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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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那么快干嘛 我没找你 你走不走 你是 我是什么 我抓到你了 我抓到你了 西蒙 喂 你是西蒙 对不对 你是西蒙 对不对 是不是西蒙 我还以为你忘了 真的是西蒙 哈喽 哈喽 小朋友们 今天有几个哥哥姐姐能陪你们一起玩 你们开不开心呀 开不开心 开心 你看 我们将坦克 坦克的偏离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家什么名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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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陪你玩好吗 姐姐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 它叫模方 就可以把一面变成同样的颜色可有意思了 你看 你看 好 天呐 你好厉害 你怎么做到的 去去去去 他那么这么牛啊 他叫西蒙 英文名 台湾华强 中文名叫背小勇 大概半年前吧 他和他爸妈出了长车祸 说他一个人活下来了 也从那时候开始吧 性格渐渐就变了 那谁管他呀 那不用担心 那爷爷还在 不过 Simon心里有障碍 我担心再这样下去 他可能会发展为抑郁症 他其实很聪明的 好像对图案 跟数字都特别敏感 他这里确实比一般还好 这么多志愿者 就只有你发现了 我很懂得观察人心的 老师 你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让他跟我说话的 老旁边荡品味 所以今天 的老虎 因为这不是 蛾毛 蛾毛 来 娃娃 来 恭喜大家 Recommlessly 假期结束了 姐姐要回去上课了 可能不能老像现在这样老来看你 不过医生说了,说你恢复得很好 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你要走了 你在跟我说话吗? 这还是你第一次开口呢 如果再见面 你要不要记得我 当然 我一定会的 肯定不会忘的 又是无功而返的一天 别急 还有一半穿越着呢 还有机会吗 你都不急 我招什么急啊 站那儿干吗 快回家呀 不是 咱俩不是一个家吗 谁说跟你一个家了 你是不是发生双糊涂了 那你一直跟着我走干吗 兄弟嘛 我帮你暖暖房 你是想见我们东娜吧 那这样你不是也有李哥见领我吗 你说你帮脸 是吧 所以说我是在帮你啊 你的零物聊得怎么样啊 要多大的把我复合 百分之七八十吧 哎呀这么迅速啊 百分之七八十 你会不会是太自信 会错了一眼 怎么可能啊 找谁 你谁啊 找错地方了 找错地方了 是这层啊 领我有弟弟 吴东南有弟弟啊 没有啊 吴东南就一倒霉哥跟我见过 不是这个 怎么都太可事 吵什么吵啊 不是要这样扰民啊 那是 那是谁啊 关什么事啊 冰好了 行 挺晚的 回去睡吧 等等等等 那 娜娜在吗 你你你 娜娜在房间吗 仙女姐姐卸妆了 今天的营业时间已到 拜拜 听到了 那小子谁啊 那小子谁啊 凭什么她能看见娜娜叔叔 你过来干嘛 你过来 你还没跟我说呢 这个性感的弟弟是谁啊 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只是暂住 她刚回国 还没找到工作钱 也不够我 人生替不收的 帮忙忙忙 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我什么要帮她 你记不记得我给你帮她 你说过 我高中也做过志愿者 还接触过一些自闭者儿童 我觉得你很闲 你说大事啊 我们两个通过一段时间吸引我 不过后来我跟我妈搬家 就断了联系 然后呢 然后我就把这回事给忘了 我背脚上正好回国 看到万总出事的报道 忍出了我 就过来偷奔了 李华 你看你现在的表情 太可怜了 你简直就是翻那无情的渣男 说什么呢你 那这事我确实也做得不好 挺不好意思的 那你说她家不是花酒吗 那不是人家挺有钱的吗 怎么还得住我回家呀 这可能家里出什么事了吧 也不好问啊 而且我觉得西门小时候就很敏感 她过这种自闭症的人很容易反复 沟通前有障碍 我觉得她你沟通得挺好的 那是我们很早的时候就接你去的信任 反正女人的第六感 我觉得她这次回来是为了你 怎么可能 一会儿不能说 谢谢你们让我在这儿住 等我找到工作我就搬出去 不用客气 随便住啊 反正难过的又不是我 刚那两个人是谁呀 刚刚那两个 高的那个呢是她前男友 没那么高那个正在追我啊 凌翁 你前男友也住这栋楼啊 虽然 不是费小龙 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大了 在我印象里你还就这么高呢 每天皱着个眉头也不说话 我一逗你就过来打我 真是岁月不饶人时光催人哪 我说凌翁 你有毒吧 什么岁月催人老啊 我才不老呢 我永保青春好吗 要老你老 我我要去睡美容觉了 行了 那我也去睡了 东西随便用 缺什么告诉我 就当自己家啊 晚安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呀 别走我头约了 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六七十吧 我看你就是太自信 这次会错了意义 还牵扯了娜娜 不是 那小子是谁啊 我才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不用了 胡东啊 发信息过来 说是凌翁以前救助过的一个自闭症儿童 遇上了 没地方住 来找凌翁的呀 那我就放心了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我是说凌翁肯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小屁孩 顺手帮他而已 不过我看这小子应该成年吧 肯定成年 那看着也挺大的呀 这两个人共处一室 共南寡语 那我感觉不 不会出事了 别别别 你干嘛呀 我不是说凌翁是真的在行的吗 我先把他追到在行的 我看这个人出现得挺好的 至少能让你解析起来的事 别追 你别追了 别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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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你仔细考虑一下 想想办法 好 不好意思 失误了 看来这个人工智能洗地机 我还得重新研究研究 我这就去 重新试试 这不是跟自个说不去的 就是来表演才艺的 这没个正常人吧 别抱怨了 还有不到三分之一 继续 其实也不用着急 这也没剩多少 而且冯新都给安排好了 你别说 冯新这小子办事还挺有效率的 咱们可以先休息休息 高山 我昨天跟你说的事你想的吗 想的 但你跟我说要给他留私人空间 我怎么能把他赶出去吗 你倒是想赶 你有身份赶吗 我说的这个空间啊 它也是有界限的 你现在拉得太松了 你不怕风筝飞了呀 那你要我怎么办呀 不是 你不是挺会的吗 怎么这回跟傻子一样 我不是道歉 我一碰到他 我大脑就不好使了 而且他太了解我了 我没有办法 对 他太了解你了 你得换个头 你以前吧 太强势了 跟人说话就跟夏达命令一样 你这次试试婉转一点 半柔弱 能信我 相信我 这个女人呢 她都是有一种保护的 毕竟 我遇见娜娜之前 也是一个妹子不断的 着急渣男 好 那我要怎么做 你不发烧了吗 但我早就好了 而且昨天连我也知道了 复发了 工作压力太大 孙女逼得太紧 又烧了 这合理吗 她能相信我 谈恋爱哪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呀 我告诉你啊 如果她知道了 她就一定会来看你 如果她知道了还不来看你 那就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她意请别人 你管 试试呗 反正我没别的方法了 说几口 干嘛 拍个照片 拍张照片 你生病了 再虚一点 趴下 不知道 participated 对 我